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小军台湾plus频道上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吴嘉隆 今天来谈一下美中关系与台湾之间有一个新的进展 就是美国众议院现在通过了一个 这个嚇阻中共侵略台湾的一个法案 那么这个法案里面把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账户里面的 隐藏的藏起来的财富准备到时候作为制裁的一个办法 把它公布 把它调查 甚至于冻结 那么针对性很强 针对中共高官在海外的财产 那么这件事情针对性很强 那么其实这个事情谈了很久 现在表现的第一个重点就是 美国对于台湾海峡周边的和平与安全高度重视 美国对军事协防台湾这个议题 一点都没有降温 一点都没有那个放反的迹象 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联系到台湾周边海域空域的和平跟安全 这个议题 美国算是越介入越深 越来越介入 越来越明确 越来越坚定 这样子 那么这个问题有几点可以评论的 首先大家注意第一点 除了美国表达支持台湾支持 这个也支持日本或者菲律宾 东海南海的这个安全问题 除了美国表达这一贯的立场以外 这么这件事情还可以再仔细的分析下去 解读下去 第一个 美国针对中共高官在海外财产 可能采取的一些制裁行动 其实不需要跟中共军事入侵台湾 侵略台湾来挂钩 现在美国人就把这件事情挂钩 其实你先想看 如果美国有这个正当性 有这个理由 来对中共的这些所谓高官 其实应该还要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的国家机构 比如说中国人民银行 或者国家级的投资机构 或者银行 这些机构 不是个人 不是高官个人 而是机构在海外的账户 在海外所持有的美国公债 一大堆美元计价的资产 是不是也列入 如何列入 这个都可以在法案里面来详细 抽丝剥茧的来检视 那我们现在是讲说 美国这些所谓的制裁的行动 金融上的制裁的行动 其实并不需要跟中共入侵台湾来挂钩 而是本身就可以这么做 也就是说就算中共没有入侵台湾 美国有正当理由就可以这么做了 他不需要你说你打台湾 我要来惩罚你 这样来连结 为什么 至少有两个理由 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国会可能已经通过一个法案 要国务卿定期向国会做报告 中共让病毒传播这件事情 姑且不说它是不是故意投放病毒 而是说疫情产生之后 它造成的一个扩散 整个病毒的问题 在疫情里面的病毒问题有三个 第一个是你是不是故意投放病毒 还是它是意外泄漏 这是病毒的泄漏问题 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有没有让它扩散 武汉的人不能坐飞机去上海 去北京 但是可以坐飞机出国 这件事情没有在争论的 这是确定的事情 中共散不掉 这个是没有争论的 这个叫做助长了疫情的扩散 这是扩散问题 不是病毒投放问题 是病毒扩散问题 那么第三件事情就是疫情讯息的隐瞒 它隐瞒了很多讯息 所以整个病毒的问题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是病毒的投放 看看是故意的还是意外的 然后第二个是病毒的扩散 这个它已经跑不掉了 这个责任已经很大了 第三个是疫情的讯息的隐瞒 它没有去向国际卫生组织等等 向其他国家等等来公布这个疫情的情况 让大家多所提防 多所准备 没有 所以光是追究疫情的责任 美国就可以对中共的高官来进行这些金融性的制裁 第二个 更直接 更新的 中共军事上介入乌克兰战争 帮助俄罗斯 从弹药的提供到可能军事人员的提供等等 这些美国都有证据 将来也一定会查办 那么用这个理由就已经足够 而不需要再去加上台湾是不是被中共入侵了 我是说 那个对中共高官海外资产的那些制裁行动 是本身就成立的 大家要了解 然后呢 他现在故意把它跟中共入侵台湾来连结 可以啦 但是呢 我是说这个法案本身就可以成立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用金融制裁 针对高官海外资产的金融制裁 就要来嚇阻中共对台湾的军事侵略 可能不够力 可能不管用 为什么 因为中共入侵台湾的话 假定他真的发动军事攻击 当然他是应该就是误判 失算 但是假定他这么做 他真的疯狂 他真的这么做 那么他一定是把他上升为国家统一的高度 追求中华民主的伟大复兴 追求国家领土跟主权的完整 把民族主义情绪嗨到最高点 那个时候被你金融制裁又怎样 等到中共一定这样想 等到我把台湾拿下以后 你那些冻结的制裁还不是要解冻 所以一些金融制裁要来牵制 阻挡 军事上的一些冒险 未必有效 他真的要干的时候 他不管了 他不会在乎说我的账户被你冻结 我们是可以说大胆的推测一下 他真的要干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的时候 完成所谓的国家统一这个历史性的任务的时候 他哪里在乎一些个人的财产被你冻结 是这样子 因为冻结高官个人财产跟冻结 这个国家机构 还是一些国有银行等等 在海外的资产 这个含义又不一样 那么何况如果被冻结的 是党内的敌对派系 党内的对手 那可以说借刀杀人 借美国的手来对付党内政敌 他们的财产 比如江派还是谁 敌对派系的海外资产被冻结 OK啊 对不对 很好 所以我是说未必有效 通常可能没什么效 就是说对高官海外财产的查封 冻结 还是没收甚至于 要用这个来阻止他对台湾的军事冒险 未必有效 很可能无效 这样子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那么美国有没有做采取一些相对有效的行动方案 来嚇阻中共对台湾的军事冒险 答案有 我是说金融制裁未必有效 但有效的办法并不是说美国没有采取 首先美国的军事介入越来越直接 越来越明显 现在美国都已经承认 美国的现役特种部队 也包括一些绿扁帽部队 直接进入台湾 然后协助台湾做训练 比如说无人机怎么操作 卖给台湾的新型坦克怎么操作 还有一些 比如说可以打航母的鱼雷 重型鱼雷 到时候要怎么运作等等 就是号称用军事顾问的名义进来 叫做协助台湾国军的训练 演习等等 先用这个名义进来 这些人是美国现役的 不是退役的军事人员 然后一开始原来只是说三不五十来一下 然后指导训练完了之后就回美国 现在不一样 现在常驻 就是在台湾停留的时间越拉越长 以前可能是两三个礼拜到一两个月 现在的话可能六个月或更长时间 所以不但现役的美军人员进入台湾 参与这个防卫工作 而且将来说不定 属于那个直接驻军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装备是美军在用的 然后呢 这个也不方便卖给台湾 那么美国可以用军事援助的名义 不需要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国防预算 来这个决定要不要采购 通过预算 然后立法委员就可以来追问这些钱怎么用 了解这些武器的性能 参数 什么 因为美国是直接那个军事援助的话 立法委员 不经过立法委员的审查 那这样就绕过去 那这些军事援助的武器 说不定 我们大胆推测一下 说不定是美军将来自己要用的武器 然后呢 先放在台湾 一旦真的将来有事的时候 美军就直接人进来台湾 那武器就可以直接在台湾可以上手了 他不需要说到时候美军带着武器 再来登陆台湾 进入台湾这样 太麻烦了 所以有可能美国把美军自己要用的那些高端武器 先进武器 用援助的名义进入台湾 先放在仓库里 都可以 到时候一旦真的有事的话 美军直接人进来就可以 然后呢 你看美军在整个第一岛链的部署 从北边的日本 琉球 群岛 到台湾 到菲律宾 南海 你看 都是在增加军事部署 而且调派来的那个武器的话 包括那个B1轰炸机 那个都是先进的 而且那个武力都很强 也包括电子侦测设备 也包括这个电子战要用的 然后呢 也包括这个情报跟间谍的布置 美国在整个第一岛链的防卫是不断在加强 这个才是真正有嚇阻力的 能够阻止中共去做军事冒险的军事手段 军事手段才是管用的 方方面面把解放军 中共高层的那些可能的蠢动 可能的野心 要先泼冷水 先嚇阻他们 这个是管用的 而美国正在做 金融制裁的话呢 也许有用 也许没用 不一定 说不定没用 一旦他真的要豁出去跟你拼的时候 金融制裁可能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但是呢 你真的要采取军事情动的话 你直接面对的是 别人的军事手段的反击 甚至于抵制你 甚至于跟你对抗 所以军事手段很重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美国组成联盟 日本 韩国 台湾 菲律宾 澳洲 甚至于印度 前一阵子印度又在中印边界开枪 中印边界那边又有火兵 听说一整个牌 中共这边有一整个牌被扫光了 就是这个摩擦 然后中共这边压下新闻 印度老人看中说 你老是用那个什么棍棒 石头来跟我骚扰 来跟我打击 对不对 然后印度人干脆就开枪了 听说杀死很多中共的那些士兵 但是这件事情 边界的冲突就被压下来 但是可见印度也是敢开火的 然后你看整个军事上的预防 防备 甚至于到时候迅速的集结 缓击等等 美国有在做没有 有啊 有在做 这是真正对付中共军事冒险 在军事上的必要的一些布置 美国有在做 但是这个跟金融制裁 是两件事对不对 那金融制裁说不定管用 说不定不管用 我们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呢军事手段肯定很管用 就是你想有所动作的时候 说不定你的那个飞机上面的 那个电脑黑掉了 看不到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被干扰被电子屏蔽 说不定你海军军舰上面的 一些电脑当机了 还是被骇客入侵了 不知道 这些有效的手段 让你无法采取你要的军事行动 这个才是有效嚇阻 然后再来组成盟友盟军 对不对 区域性的一个防卫体系 然后再来下一个 中共呢 他也知道 对台湾真的动武的话 的确事情很麻烦 所以呢 他早就说他看到的真的是所谓和平统一 不是不同意哦 只是也不是用开打的手段 就是把守深入台湾 对台湾做红色渗透做收买 然后在台湾内部培养代理人 在台湾内部制造事端等等 为难这个执政党 为难这个政府 然后呢 从台湾内部 制造事端以后 让中共从外面有介入的机会 叫做把对台工作做到台湾内部 把统战啊收买啊这些间谍啊这些做到台湾内部去 然后从台湾内部啊 这个经过这个一段时间 也许五年十年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让台湾向中国大陆倾斜 让美国日本这边啊 发现不好下手 台湾抓不住了 这样子 他有很多办法 真的是用所谓和平方式 从台湾内部把台湾拿回来 他不需要在外面对台湾进攻 把台湾的那些工业生产啊 都把它破坏掉 蠻蛋的做法 笨蛋的做法 对不对 你是要拿回一个好的台湾为你所用 你把台湾干掉了 你还得花钱去重建 去修复 然后呢 各种国际关系有很高的不确定性 你是不是真的能够拿下台湾 都还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 美国人不是说了吗 如果守不住台湾的话 干脆把台积电的工厂 让生产线炸掉算了 要让你中国也拿不到 总而言之 你把台湾 对台湾做军事攻击 对你中共 真的有什么好处吗 答案是一个 NO 你拿不到什么好处 所以呢 中共真正能做的 其实也真的就是所谓 用和平手段 非暴力手段 从台湾内部 去经营对台湾的影响力 我们把它通称为 红色渗透 或者叫做新统战 这个很可能是中共正在努力的 因为这个成本低效果好 那么美国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 或者跟台湾这边联合起来 应对所谓的红色渗透 红色渗透的一个重点 就是中共在台湾内部培养代理人 然后这个代理人的话 这个要做 应该怎么对付他们的 答案是四个字 他搞红色渗透 那么你要搞红色清洗 你要清洗他的红色渗透 把他在台湾内部的代理人 一个一个让他破功 让他没办法运作 那么你就了解 民进党政府 除了国防外交之外 除了经营好整个台湾 在国际上的形象之外 在台湾内部 也必须来积极的认真的对抗 红色渗透 让中共没办法把手伸进台湾 让中共在台湾内部 没办法制造动乱 这样子的话 让中共外面军事行动不行 里面的这个渗透 跟统战行动也不行 里里外外综合起来 才能够给台湾一个 比较稳定比较安全的一个环境 这是台湾应该做的 台湾不能说 美国在外面想办法 对抗中共可能的军事行动 然后台湾内部的话 自己这个 防卫意志不够坚定 然后呢 这个 防卫的决心 会动摇 这样是不行的 所以呢 除了红色清洗之外 台湾内部还要建立共识 就是说 妥协不行 屈服不行 那投降当然 绝不考虑 我们必须了解 你跟这个 对你有野心的人去妥协 去让步 是毫无意义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发错信号 为什么 因为你告诉对方 对你加压力有效 对你渗透有效 那对方只好继续对你加压力 继续对你渗透 所以你一定要缓过来 告诉让对方觉得说 这样不行 没有效果嘛 没有效果做了干嘛 所以台湾一定要证明说 他的防卫决心很强 那怎么证明 攻击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将来台湾一定要有一个 国民共识 对国家安全的认识 就是与其只是在防守台湾 不如把防守的战线 推广到中国大陆沿海 台湾对面那边 就是说决战境外 这个观念一定要有 不是在台湾内部去跟 共产党的军队 还是共产党的同路人 在那边拼刺刀 没有人这样玩 台湾应该把他的国防前线 设在对岸 中国大陆沿海地区 要建立这样的国民共识 除了内部要清洗红色渗透 对抗红色渗透 对抗间谍 对抗在内部潜伏的破坏分子之外 也要把军事力量做得强大 必要时决战境外 源头打击 先发制人 就是这十二个字 大家记起来 决战境外 源头打击 先发制人 绝对不是说等着别人抢滩登陆了 你在沙滩上跟他 滩头上跟他拼制他 从台湾的立场来讲 台湾比较浅 没有腹地 是个海岛 所以不能跟大陆这种国家的军事思维来比较 你看中国大陆它必要时可以退到内陆 四川以西还有青海 他可以躲到山里面黄土高原去 你台湾往哪里躲 台湾的那个众生很浅 所以不可能让军事冲突 发生在台湾本身 所以大家要有这个认识 在协防台湾 防卫台湾方面 台湾自己要展现 防卫的意志跟防卫的决心 防卫的能力 防卫的共识 这样子的话 美国其他国家发现 就像他们支持乌克兰一样 支持台湾是有意义的 因为台湾人有防卫自己的决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会得到更高的鼓舞跟肯定 所以台湾自己也要有所行动 展现那个决心 必要是敢把这个 这个防卫的力量 冲突的那个 那条线推到对岸去 而不是在台湾这边 再来研究怎么样防卫 这样是不符合台湾的利益 所以我们现在从美国国会通过的 要嚇阻中共对台湾侵略的 这些法案里面 我们扩大整个局面来理解 就是台湾自己也有事情要做 台湾这个要做好对抗 红色渗透 把中共的代理人一个一个揪出来 一个一个查他的贪污腐败 一个一个查他的一些 个人的丑闻等等 让他们在台湾无法为中共办事 这是台湾内部至少要做的 除了对外的国防力量的加强 那对内的话 政治上的那个保安工作 也要做好 台湾至少可以先做这些事情 来配合我们的盟友 境外的势力 对我们的支持跟鼓励 好 以上谢谢大家 万家乡 全国第一家采用太阳能发电的大型酿造厂 洁净能源 纯净酿造 产品添加物少 用得安心 安全 卫生 符合欧美潮流 通过洁净标章评鉴 万家乡捷径标章系列 一家烤肉 万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